4月17号杭州富阳灵桥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报警求助 说自己在登山时不小心摔了一跤 腿可能骨折了 不能行走 请求帮助 民警一边往现场赶 一边和求助女子取得联系 好在女子身边还有同伴 民警让他们发来定位 同时让女子同伴下山 到山脚下和民警会合 在女子同伴的指引下 徒步大约20分钟 民警就在半山腰找到了受伤女子 随行的急救医生立即对女子的伤势进行了检查 并用绷带对其骨折的部位进行固定 做好急救处理后 救援人员一起把女子转移到担架上 四个人抬着女子 小心翼翼地往山下走 因为疼痛男人 女子一直不断身影 大家更是走得小心翼翼 大约半个小时后 受伤女子被成功转运到了救护车上 最了解 当天因为工厂放假 女子就和工友相约到山上去挖笋 结果脚一滑 摔伤了 经诊治女子左腿膝盖骨折 需要住院接受治疗 记者许晶晶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